新功能 欢迎收看Focus国际话题 我是彭慧云 今天我们先从国内的政治焦点来看起 民进党昨天进行了主席补选 副总统赖清德确定成为民进党的新任党主席 不过最终全国的投票率是不到18% 比起当年苏贞昌和游锡坤都还要低 而赖清德在当选后也随即发文 他喊话说要赢回民众的信任 赖清德投票眼睛都在笑 因为不管投票状况如何 他都要正式成为民进党新任党主席 台湾面临共产威权的威胁 我们新时代的使命就是守护台湾 促进民主和平以及发展 投赖进学赖清德笃定当选 他随即发脸书表达不敢辜负所托 喊话接下来就是民进党赢回人民信任的开始 呼吁一起为下阶段新使命共同打拼 只是这一次选举关键在于能否冲高投票率 也攸关2024赖清德的党魁投票率 百分之十七点五九 对比之前补学2005年苏贞昌 2006年游锡昆 投票率都有百分之十九 赖值小赢上一次卓荣泰的百分之十六点九 将来党政跟这个国政是无缝结果 那我相信赖主席跟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默契应该是 只是赖的本命区台南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十五 高雄甚至只有约百分之十 不知道怎么看今天这个赖清德的投票率蛮低的 赖带怎么看这次投票率很低 直接跑给记者追但半小时前的致辞 提到自己近期风雨不断再度唱起雇佣着 去吗 去哪 这蓝绿的屏幕 站吗 站吗 你绝备为的梦 是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我 先说站在公里的海上中 狗家与赖清德交情众所周知 如今赖当选党魁各界都来紧盯赖如何拆弹 从党内任门走后人选中赖清德更看似定于一尊 但挑战才要开始 TVBS新闻 陈胜文终于人 刘婷婷 台北报导 另一方面 新北市长侯佣怡也有动作了 他已超过115万票成功连任之后 早已就被视为蓝营当中最有本钱挑战2024的人选 现在就传出他在农历年之后可能要出访新加坡 虽然说是城市外交 但是就被解读是不是在修补自己比较平弱的外交学分呢 对此侯佣怡没有否认 怎么念都可以 侯佣怡推销自己春联一秒逗乐台下来宾 我会好好做事 我也顾忽大家对我的期待 这话是在暗示什么吗 加上现在又传出侯佣怡 但预算审理完毕 规划利用考察模式出访新加坡 也被解读是有意修补 较弱的外交学分 所以新北市的城市外交永不忠断 尤其疫情数万以后 我们会更密集的跟全世界的大城市一起共同来面对 看来出访一室侯尔仪等于间接证实 但就这么刚好 他的2024加想敌柯文哲 现任前采访新国 更别说2015年马锡惠就办在那 侯友宜这么做或许另有含义 他挑这个地点是合适的吗 这个我没有办法判断 城市跟城市的交流是好的 没有必要去过度去联想 说是国际上为了他拓展他的国际视野 就算没有选2024他也是会出去 太多解读不必要 但如今最新2024民调也显示 侯友宜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差距 已拉开到八个百分点 占据蓝营领跑地位 关注到乌俄局势 要看到是乌克兰的第四大城 地涅伯罗遭到俄军炮轰 一处公寓是被俄军轰炸 这当中一名奇迹幸存的女子 就瘫坐在废墟中哭泣 这一幕是相当的令人震惊 这名女子就坐在七层楼高的 住在大楼流泪 而且旁边就是她炸翻的浴缸 整个家都没了 俄军周六的时候空袭地涅伯罗 死伤目前已经增加到30人 乌克兰总统佐伦斯基 将矛头指向是俄罗斯的人民 痛批他们懦弱又沉默 而前线的战况胶着 俄军更是大规模地使用 攻击航舰精确度比较低的旧款 KH-22巡弋飞弹来烂炸人民 对此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就最新表示 近期内乌克兰会收到 新一批西方国家的提供的重型武器 这当中就包含了战车 乌克兰首都基辅 周六早上9点空袭警报再次大响 因为俄罗斯的飞弹又来了 基辅市区的道路还被俄军飞弹炸出一个巨大坑洞 基辅人也一如往常进到地铁站 边滑手机边看书等待空袭警报解除 尽管基辅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但在地孽伯罗这栋公寓的住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栋九层楼建筑被俄军飞弹轰炸 中间一大块被炸成废墟 不断冒出浓浓白烟 救难人员在瓦利队上慢慢搀扶 民众脱逃 这段画面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从高处摔下来 这次轰炸不幸造成至少十二死六十伤 总统泽伦斯基随即痛批俄国事恐怖组织 泽伦斯基再次呼吁要更多西方武器防卫国土 英国首相苏纳克开创先例 成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宣布军援乌克兰挑战者 二型主力坦克 TB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清周日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度都按照国防部的发展计划进行当中 显然对乌克兰的战事很有信心 但是俄罗斯的政治顾问却有不同的想法 曾经担任普清文胆的俄罗斯政治顾问加利亚莫夫就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不佳 会影响到普清未来的动向 他表示由于普清对日不愿意前往乌克兰作战的士兵采取严格的措施 这一点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如果普清参加2024的总统大选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落选 但是如果出手操控选举的话 又会引发革命 导致整个政治体系面临严重的风险 因此他认为普清或许会退休 避免参加2024总统大选 而普清清点的继任人选 很可能是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 或是俄罗斯的总理 秘书斯金 乌尔战场这几天持续聚焦在乌东的盐矿镇苏勒达尔 俄罗斯是靠着瓦格纳佣兵集团来发动这一波的攻势 对此瓦格纳的创办人普里格金 就对他的子弟兵是赞不绝口 而乌克兰将获得英国援助的挑战者二型坦克 这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军援乌克兰主力坦克车 五军驾起迫击炮装上弹药发射 他们与俄军在对内刺客持续交战中 最近的战场几乎集中在盐矿小镇苏勒达尔附近 眼前这两位女性就是从苏勒达尔撤出的民众 其中一位忍不住情绪非从中来 一般老板系有满满委屈 占地军医也有说不出的无奈 眼前乌军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他们激励抢救却无法挽回所有伤兵的命 俄军中攻打苏勒达尔的主力 其实是佣兵团瓦格纳 创办人普里格金不断夸口赞扬佣兵的实力 尽管可能跟正贵军格格不入 美国专家也认为在苏勒达尔战役中 俄军和佣兵可说相辅相成 面对俄罗斯不断增兵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紧急和英国首相苏纳克通话 英国答应提供挑战者二型坦克 成为第一个军援现役逐立战车的西方国家 挑战者二型战车是世界上首款 具有搜索猎杀能力的坦克 车厂可以抢先敌人一步找到目标 让炮手锁定开轰 而且40秒内能设计完八个目标 挑战者二型战车或许也将改变 乌俄战场的现况 TPB新闻综合报道 转换焦点看到是中国跟澳洲的关系 是快速的回温 传出中国大陆上个礼拜 终止了对澳洲没看的尽力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也积极表态 要恢复双边的贸易 埃班尼斯是在周日的采访中谈到 中澳关系表示说 两国之间的贸易存在着一些障碍 那么中国大陆是澳洲的主要贸易伙伴 强调一直在努力改变双方关系 能够将货物出口到中国大陆 上个礼拜传出 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 再次购买了澳洲的煤炭 也就是说实行了超过两年的禁令 已经解除 中国大陆有明显的有意修复两国关系 而中国大陆驻澳洲大使孝谦也认为说 目前双方关系日趋稳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美国 那么呼吁西方各国的领袖要重视 东亚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同时日本也宣布要添购了巡异飞弹 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陆官媒报道 解放军第71集团军的防空飞弹射击 击落靶机的画面 颇有隔空较劲的意味 大陆官媒日前罕见公布这段画面 驻地在江苏徐州的解放军71集团军 发射地对空飞弹 击落模拟巡异飞弹的靶机 男人寻味的是 71集团军平常负责东海沿岸 往东去就是日本 幸好日本不久前才刚宣布 要添购战斧军翼飞弹 强化板击能力 日向岸田文雄更在访美期间 公开呼吁西方各国领袖要重视 东亚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不只东海有状况 在南海 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舰打击群 有宣布将在当地进行自由航行 结果14号 中国大陆海军就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照片 说他们的山东号航舰编队 也在南海某海域举行实战化对抗训练 官方没有名讲 但已经有大陆军事博主分析 说这叫来者是客 山东号出门迎接的态势十分明显 TV新闻朱光宏庄志伟综合报道 好 延续着台海议题 我们追踪第一线要连线到的就是TVBS的国际新闻评论员余文奇 文奇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听到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总结他的欧美出访行程的时候 他警告说东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我们想要请教文奇的是 这一次的岸田出访 他频频用乌克兰来和东亚的局势做类比 是想要向西方国家传达什么样的诉求呢 也是不是正在为G7的广岛峰会定调 先说岸田文雄这一次访问 除了德国之外的G7领袖 最后在华府是与拜登见面 当然出访的原因是为了五月份 即将在广岛举办的G7高峰会来做准备 估计讨论的议题还是离不开区域安全和经济安全 在周六的记者会上 岸田文雄是以东亚来比喻乌克兰 一方面其实也是向西方来说明 为什么日本在下午年内将会加倍国防预算 以防止中国和北韩在东海和南海 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度扩张 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来撰写的 而且宪法里面明定日本不能发动战争 只能自卫 并由美日同盟来保障日本的安全 但是近年来 美国希望减少在国外军事保护国的义务 希望由当地国一定程度来承担国防预算和安全的风险 因此日本加强国防对分担美国区域性的安全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因为过去历史的教训 那日本国防预算的大增还是会引起一些人的担忧 因此岸田文雄也特别说了 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以防国际上对日本会有疑虑 另外岸田文雄也说到 在广岛举办高峰会 其实也是希望最终全球能够完全去核武化 并且赞许全球自从广岛和长期之后 77年以来都没有用过核武 那保守党当政的日本呢 在区域安全需求下加强国防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防止一小部分日本大东亚军国主义的信仰者 过于偏激 也是岸田文雄的政策 以及他政府衡量的一个重点 好不过要看到呢 现在这个印太局势呢 有疑虑的一件事情还包括 就是传出中国大陆结束对澳洲煤炭的进口禁令 是有意修复两国关系 很明显的地橄榄枝 那么澳洲总理爱班尼斯周末也表示 他全面正在寻求全面恢复和中国大陆贸易往来的管道 但是日本驻澳洲的大使就公开表示说 希望澳洲要保持警惕 我们知道澳洲是美国发展印太战略的重要盟友 那现在这样子的回温会如何牵动整体局势 那为什么日本又会先发生呢 中国和澳洲的关系在疫情期间是降到了最低点 自从澳洲劳工党的总理爱班尼斯在五月份上台之后呢 中澳是需要改进关系的 尤其是在经贸方面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是澳洲的最大出口国 中国在2020年开始呢 由于当时澳洲首相要求要调查中国COVID病毒的来源 使得中国呢是非正式的停止了 让澳洲的这个货运到中国 另外也禁止进口澳洲的龙虾酒 还有木材等原料 2019年之前呢 99%的澳洲龙虾都是出口中国市场的 总额是高达了5亿1800万美金 那2022年之后呢 是完全不让进口 因此这些禁令的取消 对澳洲来说是挺重要的 另外虽然澳洲也希望中国观光客 能够帮助振兴澳洲的观光业 但是呢 澳洲最近也对中国旅客 实行了COVID检疫的这个政策 另外就是澳洲与日本和美国 在军事方面的同谋和协议呢 被中国视为是在印太地区防堵中国的举动 因此中澳关系还是有安全和国防方面的考量 不太可能是完全会恢复到过去 两国非常辉煌的这个时刻 但是呢 中国驻澳洲的大使日前也说了 中澳关系将会恢复正常 中澳两国我们看到也恢复了官方的对话 所以应该是会比疫情期间好很多 但毕竟呢 澳洲是美国西方重要的联盟之一 因此中澳关系可能不会恢复到像五年前之前这么的甜蜜 好 没有错 经济上希望回温 但是国防上又是互相提防着的 所以中澳两国的外交怎么要来过招 那么谢谢文奇提供她独到的观点给我们 谢谢文奇 谢谢 好 接下来就要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在疫情风控期间呢 大量设立了PCR的检测亭 结果在防疫松绑之后 这些检测亭瞬间都失去功能了 业者就感叹说 本来要价20多万台币的检测亭 现在变成影响各地市容的废物 想要卖都卖不掉 窗户上还垂着橡胶手套 里面家具检测设备凌乱堆放 这就是前两年大陆各地民众三天两头 要来报到的PCR核酸检测亭 现在却变成各大城市的景观独流 正在使用当中的核酸检测亭 其实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那大部分核酸检测亭是直接废弃不用了 既没有挪走 也没有把里面的物品进行处理 去年5月 大陆官方要求各城市 要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吸引很多业者投入制造检测亭 根据大陆媒体估算 全大陆一二线城市就有168万个检测点 造价应该超过200亿台币 结果随着防疫风控一系结束 全都变成破铜烂铁 比这更麻烦的 恐怕是被疫情风控重创的经济 很难随着开放立刻反弹 连日来大陆各地传出多起员工上街 讨薪的抗争事件 14号山东这名汽车厂老板更自拍影片 指控当地官员为了帮经济数据灌水 逼他们造假 业者指控当地不止他们被要求 把业绩造假到真实数据的5到6倍 整个县的工业产值跟销售量 也都灌水几百亿人民币 这让大陆网友不禁要问 小小一个县都这样了 全大陆有多少经济数据是灌水的 TV新闻朱光宏庄志伟综合报道 那看回到国内呢 这个规定可能让很多人觉得说 是不是有点大小眼 之前说防疫隔离期间 如果擅自外出的话要被处罚 但在彰化呢 有一个判例是一名货车司机 他确诊了结果还开车到台中污日送货 判局域10天一科罚金1万块钱 但对比之前接触者或是正在隔离的人 被罚10万甚至20万元 现在的判例也被民众质疑说真的公平吗 画面上是2020年入驻彰化检疫旅馆落跑的女子 她嫌网路讯号差 擅自离开房间逗留走廊露台区 被彰化县卫生局开罚20万 应该隔离却擅离限制处所的不止她 同年三月高雄居家检疫的陈姓男子 驾车北上台中被国道警方拦下来也罚20万 不遵守防疫规定 善离者的处罚是依据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仿制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密切接触者罚20到100万 居家检疫者罚10到100万 确诊者寒送地检署应该罚多少 应该是最贵的吧 隔离者有传染疑虑罚款10万20万起跳 彰化前有道楼防疫旅馆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定 第一时间房客没有全部逃出 照理来说 确诊者带着病毒应该罚罪众 但是彰化路广50多岁的网姓男子 去年6月隔离期间 开货车到20多公里远的台中污日送货 前方起诉之后 彰化地缘判拘役10天 一颗罚金1万元 大家都认为确诊者应该比有传染疑虑者罚更重 但是法官考量 他没有前科 离开隔离住所时间1小时32分 两储局役10天 如果一颗罚金一天1000元 算起来就是1万元 民众觉得不公平 不过案件能可上诉 本土疫情连6天降温了 但是指挥中心就预估 可能在过年后的一周 马上出现回谈 相信要连线记者宣同 好 台湾本土疫情连续6天下降 本周又比上周下降了15.7% 但因为接下来就是农历春节 南来北往人潮流动增加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就预估了 接下来单周病例数有望低于9.9万例 但是有可能在过年后一周 就出现回谈 专人祥说去年Omicron疫情爆发时 第一波单周最低约是14万例 第二波是9万例 所以预估第三波疫情 已经是过了高峰期 经过连续四周上升 今天开始的一周 会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而他也预估这一波 会持续两周都下降 不过过年期间 南来北往加上过晚年后 确诊通报情况也会比较正常 所以疫情可能在过年后一周 马上回谈 要持续密切关注 以下是为您找的资讯 可能很多人计划 过年期间会到日本旅游 但是当地是不是迎来 第八波的疫情 因为上个礼拜六一天 日本各地通报的死亡人数 就已经超过了500人 创三年来的新高 不过日本似乎打算 进一步的放宽 他们的防疫规定 甚至打算在春天 要全面解除口罩令 所以呼吁观众朋友 如果要去日本旅游 要自己做好防疫的防护措施 东宇纷飞的日本东京大学 正在举行日本大学 共同测验 这相当于日本的大学联考 只是今年的考生 比起前两年的 要幸运的些 即便被认定为新冠密接的考生 当天如果没有出现症状 也可以参加考试 对于疫情 日本似乎没那么在乎了 日本政府甚至严厉 要下调新冠疫情的感染层级 未来将会适同流感处理 日本人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各大机场的出入境大厅 也开始出现外籍观光客的身影 东京圣野公园旁的阿美恒丁 店家已经快要等不及 只是日本真的这么安全吗 日本昨日新增确诊 13万2000多人 重症患者逼近700 只是单日死亡503 写下疫情来的新记录 相较之下 一样打算取消口罩令的南韩 已经连续三天 确诊数控制在4万以内 写下就四个月来的最低点 天文新闻 综合报道 尼泊尔发生了坠机事件 当地时间周日中午 一架雪人航空ATR72班机 从首都加德满都 准备要飞往第二大城 伯卡拉的途中坠毁 那么根据CNN印度台的报道 机上的乘客和机组员 共72人 恐怕已经全数罹难 尼泊尔政府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要尽速厘清失事的原因 山坡底下白色残骸 冒出烈焰浓烟 附近的民众全被一声巨像 给吸引过来 原来有飞机失事 坠毁在这片山谷中 正在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他们拉开大片的飞机残骸 救出被压在底下的乘客 只见失事现场到处都是 支离破碎的焦黑残骸 而且火势也还没有完全扑灭 一边打火一边要救人 只是飞机坠入山谷 引发爆炸 机体瞬间燃烧 产生了高温 让机上乘客 生还机会渺茫 这些意外发生在接近中午的时候 这架尼泊尔雪人航空的班机 原本要从首都加德曼都 飞往第二大城 伯卡拉的国际机场 没想到却在途中 坠机意外现场距离机场 只有1.5公里远而已 因为地形因素 尼泊尔翻记录向来不佳 过去30年已经发生 将近30起空难 不过这起意外 也是尼泊尔自1992年泰国航空空难以来 30年死伤 最惨的一次空难 TB宣众报道 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根据泰国世界新闻报道 泰国苏旺纳普机场 预计中国农历 新年13天的时间 客运量会超过180万人次 平均每天14万人次 这当中南韩和中国大陆航班 需求量是最大的 那么台湾旅客赴泰国 能不能够获得免签待遇呢 泰国旅游局长表示说 正在考虑中 至于什么时候最有可能 他只表示说 我们会尽力 国际移民顾问公司 发布了2023年 第一季全球护照指数榜 日本连续5年成为全球最强护照 可以免签进入193个国家和地区 新加坡和韩国并列排名第二 可免签进入192个国家和地区 柬埔寨总理洪森宣布 他将在春节过后的2月10号 前往大陆进行正式访问 期待这次的访问 能促成更多的合作专案 包括希望大陆帮助柬埔寨 来建设高速铁路 根据日本的研究 蚊子体内的抗要性 是越来越强了 特别是柬埔寨当地 高达9成的埃及班蚊 都已经拥有极强的抗要性 如果不调整应对的方式 未来将有更多种的蚊子 出现超级抗要性 以上的讯息 其实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天黑夸张的垫肩展现气势 再还另一套 服装遮住全身 只露出眼睛 脚踩紫色长靴 星座专家唐启阳 登上美妆网站 占星特辑的封面人物 穿上服装设计师 陈绍燕的作品 让观众看见不一样的唐启阳 我最喜欢那个 把我遮光光的衣服 哇 让我非常的有安全感 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是要用眼神跟大家沟通 我觉得这样很好 好像还原了一个最本真的那个部分 我一直很希望是用这个部分 跟大家沟通 冥忘星就是在2023年 2024年要开始进入水平 所以他一定会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在选择事业 选择很多事 就是要用这种新思维去思考 也就是要颠覆我们过去小我的思考 凡是要用大我做出发 专业分析冥王星进入水平 会有泛天覆地的变化 总是穿着一身黑 做着讲解星座运势 其实唐启阳不畏惧改变 我未来非常想尝试白色 我以前不敢尝试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我怕胖 怕显胖 后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害怕这个 如果有唱片公司不害怕的话 我来啊 我OK哦 我觉得我有今天的这种 还在这边小小的地位 就是因为我什么都尝试 没有在怕的 唐启阳也透过这次突破以往的视觉形象 作为传递给大家的讯息 勇于尝试 呼应美妆节目的理念 要爱自己 TVBS新闻组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命月Villa 哇 这很奇怪才会有的吧 我们在餐厅吃到应该就要三倍的价钱 这个好吃耶 等一下 会有一点股脏牙 太滑了 好 漂亮耶 可惜 可惜 请锁定食尚玩家两天一夜够 好吃好玩 绝不错过喔 还折价 还增值 6万6 6万6 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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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斌尼哥我跟你说你买了 然后我教你 拉 那都买的不是耳朵 没有 都买的不是耳朵 8万7点TVBS 11点热炒店 写作改变我的人生 真是太大改变了 写作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治愈了我的寂寞病 我以前最怕寂寞 我愿意接触人 以前我很不交朋友的 不见生人 从重瘾开始 一直到50多岁吧 这40 50岁吧 TVBS看白衣服 每周日56台 猫系眼妆有几个重点 圆脸 下巴短 眼睛有点拉长的效果 五妹 非常流行 大大的东西 配上小小的东西 对 多多配小 好感谢小小的 TVBS欢得才40个频道 晚天9点 女人物最大 像时尚 好感谢小小的 多酷 一个人 又这么大 这都是人生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 砂锅丝 炒五丝 香根牛肉 配饭真的有过好吃的 配饭真的有过好吃的 你吃的那个蛋 超紫薯的 这个很酷喔 曾第一次喝龍蝦雪 好 谢谢 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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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大星 就是走很久嘛 明忘星可能 这一次在水瓶 会待二十几年喔 那这二十几年 是不是就会产生 所谓的一个时代呢 好 那什么是水瓶 水瓶呢 就是跟颠覆有关系 所以它一定会 对我们的生活 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回收一下 上一次 我们也经历过 水瓶时代喔 因为那个时候 天王啊 跟海王 这两颗也是外行星 它们什么时候进水瓶呢 1997到2011 13海王星离开 这段时间各位 回想一下 什么东西颠覆了我们 那就是网路 电脑发明了以后 然后普及了 然后后来有一种东西 叫网路 然后在第一支iPhone 是2007年 就是在我们刚刚讲 1997到2013这个区间 所以我们光讲 网路这件事 它是不是就颠覆了 我们很多很多地方呢 结果迷惘星是 最后一个道的 迷惘星就是在 2023年 2024年 要开始进入水平 所以它一定会带给我们 很不一样的 因为所谓的网路 就是把全世界的人 都和在一起了 对不对 千里一线千 所以新的时代 也是一个全球 我们说过去人家 会说全球化 那我们的全球化 将要进入第二阶段 所以它一定会带来 非常多新的思维 然后你可能考虑事情 也不能只是考虑 我们自己怎么样 我们要考虑 我们跟全世界的关系怎么样 那所以每一个人 在选择事业 选择很多事 就是要用这种新思维去思考 也就是要颠覆我们过去 小我的思考 凡事要用大我做出发 2023年新年快乐 我是唐奇洋 Happy New Year 想知道新年运势如何吗 你赶快订阅 女人我最大YouTube频道 带你掌握 关注到是以色列的局势 周日的时候 当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 有超过10万人上街头 可以看到 特拉维夫是塞报尔人潮 冒着风雨挥舞国旗 痛骂要打倒无耻的独裁者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去年12月才上任 马上就爆出了大规模的示威 示威者是不满新组成的极右翼政府 推出了司法改革计划 让国会可以轻易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 不仅削弱司法甚至可能摧毁民主 传出当地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一度被封锁 警民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另外看回到亚洲南韩的缺工问题延烧 最近当地的社区巴士因为司机人力不足 业者必须要减班因应 导致居民等车时间比平常还要久 那么还在苦撑的司机原本是可以周休二日的 现在必须上六休一 那么巴士业者也坦言因为大环境不佳 他们不敢加薪真人 当地的业者更盛传说 今年可能会有一半以上的社区巴士都倒闭 最近在南韩等待社区巴士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 一旦错过班四就很容易耽误行程 发车间距变长的原因就在这里 巴士总站里空有好几辆巴士却没有司机 由于营运公司赤字不断累积 逼不得已减少巴士运行数量 另一个大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司机来开巴士 人力吃紧还在上班的司机更辛苦了 当然如果资方加薪 可以吸引司机回来开车 营运班次也能增加 但是公司赤字规模已经达到临界点 南韩的社区巴士系统不利属于公家 而是由私人企业营运 司机缺工部分公司干脆由老板亲自驾驶 所有市政府提出将社区巴士车资 从900韩元上调到1200韩元 但换算只调涨7块台币 根本是杯水车薪 根据南韩现行法律规定 公车车资不能随意上调 因此这一招完全行不通 巴士业界盛传 今年可能会有一半以上的社区巴士倒闭 公车减班的窘境也发生在 全罗南道木浦市 等了好久才来的公车 是地方资质团体投入的临时公车 路线和营运班次只有平时的一半 上个月十二号开始 木浦地区一百五十多辆室内公车停止运行 倒不是因为缺司机 而是因为独占路线的巴士公司 没有支付二十四亿韩元的天然气费用 导致燃料供应中断 燃料供应商要求预先抵押 遭到拒绝 由于恶物战争导致天然气价格飙涨 业者认为木浦市应该要负起责任 但木浦市政府认为 每年已经提供业者超过一百一十亿韩元补助 要求业者先恢复公车营运再说 政府和民间互提皮球 受害的是无辜市民 TBS新闻综合报道 欧洲这个冬天虽然有望安全度过能源危机 但是未来的天然气供应才是真正的挑战 希腊拥有天然气的接收站 以及全球最大的液态天然气的运输船队 因此摩拳擦掌 准备要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液态天然气枢纽 位在雅典西边的小岛充满希腊典型的阳光灿烂 这座小岛掌握了整个希腊的能源命脉 雷维苏萨岛是希腊唯一的固定式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由于天然气通常蕴藏在外海的地底下 开采出来之后会压缩成六百分之一的液态体积来运送 再靠天然气接收站还原成气体 也因此接收站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建设 目前天然气接收站有两个形式 一个是像这种雷维苏萨岛上的固定式接收站 另外一种是在海上的浮动式天然气接收站 在俄乌战争之后 以往仰赖俄罗斯直接输送天然气的国家 也必须改进口液态天然气 开始忙着寻找这些转换设备 目前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还有英国 都有固定式的接收站 但像是德国并没有类似的建设 因此紧急租用浮动式的接收站 雷维苏萨岛的这个基础建设 也跟着加大转换以及储存量 来满足欧洲国家的需求 通常我们接收到4至5个船 每月 现在在危险中 我们接收到10个船每月 也接收到10个船每月 也接收率率是增 通常是5至8百分钟 现在我们接收到最大 为了隐蔽庞大的需求 除了原有的设备 希拉的天然气公司 还租用了浮动式接收站 把储存量再提升7成 来准备成为欧洲重要的天然气 转换枢纽 目前全球三大 易化天然气出口国是澳洲 卡达还有美国 去年因应欧洲天然气的缺口 美国出口量大幅成长 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尽管美国已经加大出口量 目前欧洲国家有望顺利度过这个冬天 但专家认为今年才是最大的挑战 虽然挑战不少但希拉期望成为欧洲的能源重镇 不但砸下重金打造更多的固定式天然气接收站 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易化天然气运输船队 根据统计全球一共600多艘运输天然气的船只 其中135艘都属于希拉的船公司 价值高达195亿美元 未来三年全球正在打造的 液态天然气运输船一共有127艘 其中57艘也是属于希拉 就在扩大液态天然气能源设备的同时 欧洲也在积极转新 试图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 外界担心希拉投入大量金杯打造相关设施 在绿能转换后恐怕受到打击 希拉能源部长强调 没有业者会做赔本的声音 认为未来应该还是会维持绿能 以及天然气相互转换的能源使用方式 希拉依旧还是能稳坐欧洲能源枢纽的地位 TB的新闻综合报答 钱听起来是什么声音 那闻起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呢 舅友银行趁着新年期间 他们推出了各国货币的代表音 结合在地色和鼠抽鸡的声音 另外还有限量的新抽香气的口罩 引发了热烈讨论 这是您今天兑换的日币 那这个口罩送给您 是我们今年新出新超味道的口罩 这个口罩不仅能够戴之外呢 其实它有个特别的功用 就是可以闻得到新超的味道 另外还可以再听钱的声音 戴上口罩扑鼻而来的香味 不是别的正是新超的味道 接着在扫描QR Code 连接到影片 有各国的货币代表音 台湾新台币的声音 用吉他弹奏轻快旋律开场 画面还融合台湾地图棒球场 另外还有韩元搭配经典韩剧配乐 伴随点超机声音 让五感完全沉浸在钱队里 其实我们会用各国 比较能够代表的一些曲风 OK 像是美国 我们可能就有点用Jazz 那日本的话我们就用三味弦 那我们就会把操票点操的声音 或者是手鼠操的声音 把它安排在这个乐曲里面 味道的部分 我们其实就是用操票的 像是棉花 亚麻 制造这些纸操的这些原料 来作为这个香味的基底 那我们会请调香师 帮我们调配一个 你闻得出来有操票的味道 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是操票的味道 新年营造前滚前氛围 因为二零二年全球经济景气低迷 美国联主会升息力道强劲 各国货币因此陷入贬值阴霾下 而根据瑞银报告 二零二三年全球经济年增率 预估只有百分之二点一 成为在金融危机疫情之外 最惨淡的一年 甚至还会出现趋近全球衰退的局面 而美国升息力道也将牵动各国会市走势 其实我们在看全球的汇率 主要以美元指数来为基准 第一个当然就是 美国联总会的升息 什么时候会暂缓甚至暂停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全世界的汇率 基本上都是以美元总是 来当作一个基础 第二个问题就是 乌尔战争有没有机会出现曙光 如果有机会出现曙光的话 整个欧元有可能因为这样子 开始做反弹 第三个也是现在大家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疫情快速过风 有没有机会成为拯救这次 经济动能下滑的一个新的引擎 那现在市场预期可能就是 二月可能再升个两码或一码 那三月再升一码就会停了 那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 联总会升息暂停 美元指数差不多就到底 市场预估美国联总会在第二季前 还有机会再升息 不过也会依照通膨指数做调整 二零二二年欧元区相对疲弱 最大因素就在于 恶物战况还没有消停 另外亚洲货币 日本央行修正大规模 宽松政策 从宽松走向紧缩 公债殖利率上限调升 也成为变相升息 让外界对日元汇率后市看好 去年贬值最多的日元 在今年有可能它的表现 会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过去我们知道 日本的话是以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它到目前为止 它还在无上性的购债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今年第二季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转变 那目前市场已经有这样的预期心理 所以已经开始在推升日元的一个走势 每日的利差其实实在差太多了 所以他们其实开始在检讨 他们的宽松货币政策 那一旦他们的宽松货币政策 不要说从松转景 只要从松转成松中性 那势必会让日元走一波 比较中长期的这个升值的路线 林总会大概就维持在那里 我觉得资金就会开始 从美国开始流出来 那美国开始流出来 美元势必会开始走弱 那相对的非美货币 其实我觉得会走强 刚回别经济动荡的一年 要迎来新的气象 但面临的通膨压力 库存趋化等等问题 还没有解除危机 经济成长与货币回文 恐怕难以不到位 TVB的新闻中 总统容刘一钧台北採访 肥瘦身这两个议题 一直是网络上讨论最热烈的关键字 由健康网站盘点 2022年网友最关注的十大瘦身法 像是168断食法 汤匙减肥法等等 点阅次数相当可观 大家热搜的这个减肥减重相关的文章 有高达到500多万次的浏览量 所以这个就显现出来就是全民最关切的这个热门议题 在减重这部分是分量很高的 从后台数据观察发现 造访网站的820万访客中最关心的议题是 清冠一号 胆固醇以及糖尿病 不过1月底就要迎接农历春节 民众采买年菜同时也得注意饮食均衡 很澎湃的这个团圆年菜就是 一定要注意这个蔬菜的比例至少三分之一 因为可能很多十几道菜 你可能至少要三四道是蔬菜的一个组合 如果有些人他还是喜欢搭配一些凉拌菜 那其实凉拌菜大家都会一般会觉得 好像比较清爽 比较零负担 但其实如果你的酱料的部分 如果加太多的话 可能这些隐藏的这些热量 就会无形中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体重 营养师也建议免后可以摄取三大类食物 像是牛棒 菇类 笋子 这些纤维量高的食物 或是鸡肉 鱼肉等等的优质蛋白质 以及辛香料来提高代谢 再搭配运动 让民众过完年后可以迅速甩油 TVBS新闻 华正森 江博军 杨慈盈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 欢迎光临 不能大魔王 慘了 菜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会快一点 下一道菜 那比如上面炸的有点干吗 你们刚刚有吃这个吗 我觉得还好 你觉得 没有 对 店长 店长 老板 我建议你 你明天就可以关了 你明天就可以关了 本周六晚间 8点到10点 TVBS 42台 来吧 营业中台硕石油冠名播出 来到这舞台人 世界最大 世界最大 有… 他回來了… 我是徒弟公 後面的法序局 跟你讲是哪一种 自己选 包叶寇仔杯 它里面有包肉耶 里面的水杯很多耶 食尚玩家 热铁四八小铅 TVBS 42台 全台首播 南韩在周日晚间发生了40辆车连环状的重大车祸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公路上都是散落着残骸 车辆全都撞成了一团 车头或是车尾严重毁损 甚至还有车辆已经冲出路边 那么车祸地点就发生在南韩的金基道 距离12约4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 现场的一辆巴士一度还成为了临时医疗据点 而整体事故是造成了一死29伤 根据韩联社报导 事故的原因可能和下雪路面结冰有关 先是有十多辆车发生了追撞 后方来车闪避不及 也全部都跟着撞上去 大陆的辽宁有一间大型的化工厂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发生了大火 大量农烟只产天际 甚至连在一公里外的民窄玻璃都被这一时爆炸 当时的冲击坡给震碎了 这间的化工厂主要是生产汽油和沥青的 存放着毅然物质 而目前为止 其果原因都还在调查当中 现场警报声大响 几天这处大型化工厂 大半个厂区已经完全陷入火海 这宛如电影画面的场景 在中国大陆辽宁真实上演 烧烟炸了 看底下那火没有 老响了 大量浓烟不断往天上窜 附近民众赶紧拿起手机拍下这惊人画面 爆炸威力甚至远在一公里外的民宅也被波及 有工厂员工脸上全被熏黑衣服也有多处破损 灰头土脸被带出来表情惊恐 其他厂区的工人们也紧急被疏散 意外发生在中国大陆辽宁盘景市盘山县 15号下午1点半 当地的盘景耗叶跨工厂发生了爆炸 这边的员工多达2500人 也是中国名义500强企业 主要生产车用汽油 道路沥清等等 厂内有不少易燃物质 也导致这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二十八点盘景耗叶跨工厂 发生的事 现在各个领导各个人都问那赶夫 那这种抢救人员 那苏国人现在调查不出来 包括人员伤 目前起火原因伤亡人数都还不明 当地政府正在调查中 将会以救灾为优先工作 但这一烧肯定损失惨重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的超级百万彩券 彩金相当于新台币408亿元 连杠三个月终于开出一注独得 美国乐透彩券超几百万 在连续共估三个月后 投奖奖金已经累积高达13.5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408亿元 这是超几百万彩票 史上第二高的记录 只是美国人想成为那位幸运得主 可没那么容易 不过就是有那三亿分之一的天选之人 打破13号星期五魔咒 而且是遗嘱独得 这位幸运儿是在美国南部缅英州 这间郊区的加油站 买下幸运的彩券 这也是缅英州史上第一次开出 超几百万的投奖 就连加油站老板都难以置信 其实十三号星期五在西方文化中 向来被视为不吉利 也因此被称为是黑色星期五 这次刚好在这天开出大奖 引发热议 不止幸运得主 开出奖项的加油站 也能分红 独享50万美金的奖金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彭慧云 稍后请您持续锁定 Focus 世界新闻 你真的是我认识最自然跟猫狗对话的人